各位听友,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的长篇修真玄幻小说《仙夜》 作者 尔根 演播 丸子 冯宝宝 后期制作 云曼 1207集 诱饵 他看到那云端上的仙人再次抬起右手轰鸣回荡 却是第二道天雷正在咆哮中蕴脸 片刻后轰然出现 但就在这一刹那却是惊变突生 天空原本被节云弥漫 滚滚云层似乎无边无际 但此刻却是有一股力量轰然而出 化作两只大手穿透云层 向着两旁狠狠的一丝 轰鸣更巨 那节云竟然被生生的撕开 露出了一道巨大的裂缝 从裂缝内走出了一个身穿白衣的青年 在此人出现的瞬间 那云端上的仙人面色大变 其声音怒吼而出 你是何人 此地老夫先来 我为你等天节 来此地灭天道 收念了意 亡灵右手抬起 向着那天节云端一指 轰鸣昼响 那云端上的老者身子一颤 体内雷霆竟然不受自己操控 瞬间就狂抱脚 他面色大变 但却没有逃顿 而是争鸣中身子一晃 竟然从云端上走出 双手掐绝之下 张口吐出一粒雷光珠子 直奔亡灵而来 慌望至极 那老者速度极快 瞬间就临近 全身刹那 就爆发出一股 窥涅后期大圆满的修为 隐隐将要突破 进入静涅的样子 那雷光珠子内 蕴含了无尽雷霆 竟然是由五道念雷 组成的法宝 此刻在老者手中 立刻发挥出 惊天动地之威 向着王林轰击而来 这珠子 我要了 王林神色平静 抬起脚步向前迈去 一步之下 他整个人瞬息消失 出现之时 赫然就在了那老者身后 并未回头 右手向后随意一指 点在了老者后脑 这老者面色立刻苍白 没有半点血色 眼中露出滔天骇然 喷出一口鲜血 整个人一颤之下 一道道血丝裂纹 从其头部出现 立刻蔓延全身 轰的一下 肉身崩溃 形神俱灭 足印被收 在王林的左手 捏着那蕴含了 五道念雷的珠子 杀着老者 对他来说 不费吹灰之力 左手一捏 那珠子爆开 其内五道念雷 迅速被其右目吸收 在他右眼瞳孔中旋转 使得此刻的王林 看起来充满了 妖异之感 这一幕发生得太快 几乎是瞬间 下方地面上那中年男子 目瞪口呆 正在那里 眼中露出震惊 半嗓都没有恢复过来 你散开全部修为 继续渡劫 王林幼目 将那五道念雷 全部吸收 站在半空 缓缓开口 那中年男子 深吸口气 压下心中的不安 深深地 看了王林一眼 全身修为 瞬间散开 化神巅峰之力 充斥天地 实习之后 立刻就在天空尚未消散的劫云中 再度有雷光闪烁 好似天空被撕开一道缺口 从其内顿时迈出一人 哈哈哈哈 终于被我碰到了一次杜劫者 死人刚刚从缺口内走出 便立刻狂笑起来 只是其笑声尚未结束 王林右手抬起 向前一挥 立刻那刚刚进来之人 还没等看清一切 其身子立刻轰然爆开 下方那杜劫的中年男子 看得头皮发麻 他此刻再愚笨 也知晓了 自己成为了那白衣青年的幼儿 他竟然击杀仙人 时间流逝 很快又有一人 从缺口内走出 死人似乎很是谨慎 速度极快 瞬间就从那缺口内冲出 更是双手掐绝 全身环绕大量的防护 但在王林的挥手间 这上还看不清样子的修士 全身防护 轰轰崩溃 连同其肉身 在惨叫中 形神俱灭 短短的一柱相识 在那中年男子 唯右耳下 有十多个闪雷族之人 陆续前来 但毫无例外 全部是刚一出现 就瞬间灭亡 那杜杰的中年男子 已然麻木 但心中的骇人 却是越来越浓 苦笑中索性不再去看 而是双目闭上 这种杀戮 闪雷族族人的速度 比王林自己去寻找 要快上不少 又过了半个时辰 死在他手中的 闪雷族人 已然不下伤板 终于来了一个碎面 王林目光一闪 脸上露出微笑 看着天空节云中 缺口内 雷光闪烁之下 走进了一个老者 这老者身穿黑袍 身子充满了威严 刚一出现 就立刻面色大变 猛地低头 一眼就看到了 王林与这天地内 弥漫的血腥之气 那老者双目露出凝重 神色透出杀机 身子一晃 竟然没有后退 而是直蹦王林而来 双手掐绝之下 更是连连点在虚空 以这种方法 残杀同族 你该死 那老者 低吼之下 身子瞬息间 雷光闪烁 化作一道雷霆 冲向王林 与此同时 在这雷霆之后 却是一道虚影出现 这虚影 赫然也是那老者 他身子 在这刹那 一风为二 一道冲向王林 另外一道 则是带着惊慌 积极后退 更是施展了挪移之术 就要疯狂地 逃离此地 王林神色如常 这闪雷族的碎逆修士 倒也是个果断之人 竟然在短短的时间内 就想到了 毁灭一具 分身为代价 逃顿的方法 王林眼下 毕竟不是本体 若没有 寂静在身 单单凭着碎逆修为 想要留下这老者 还有些周者 他双目红光一闪 激净 骤然闪烁而出 化作红色闪电 在轰隆之声下 立刻就穿透了 那阻止自己 追击的老者分身 其分身一颤 双目立刻暗淡 顿时崩溃 红色闪电 从其崩溃中 穿透而出 在那闪雷族碎孽老者 将要施展挪移 离开此地的刹那 冲入了其体内 那老者喷出鲜血 眼中露出滔天恐惧 但片刻间了 其眼中光芒崩溃 整个人原神毁灭 失去了一切生机 尸体从半空落下 眉心足印被收 你还要隐藏到什么时候 王林神色如常 杀了这碎逆修士后 转身看向远处虚空 极尽锁化红色闪电 对准了力 发出啪啪雷霆 交错之音 随时可以毁天灭地而去 天空一阵波纹扭曲 那之前拿走了尸体 被这七百万天地修士 称之为散灵上人的光头青年 身子在波纹内 显露而出 你一路跟随至今 我只给你一句话解释 若无法让我满意 你会死 王林平静地望着光头青年 缓缓开口 那光头青年脸上带着微笑 但双眼内却是隐藏了极为凝重之色 看向王林的目光 隐隐带着惊骇 他一路跟随 亲眼目睹了对方 屠杀仙人的一幕幕 更是看到了眼前之人 以下方的化神修士为耳 在这短短半个时辰 连杀上半 更让他心神震撼的 则是就连那强大无比的碎孽修士 都在此人面前不堪一击 他到底什么修为 这一切的震撼 在这光头青年心神中 掀起大浪 可与这些震撼相比 被王林一语就点出隐藏之身 却是使得他更为震惊 从对方话语中含义去思考 却是早就知晓自己的跟随 这种震惊呢 已然超出了光头青年的预料 他修为尽管并非绝顶 但一身隐藏的神通 却是登峰造极 传承久远 无数年来暗中如闪雷族一般游走七百万天地之间 没有任何一个先人发现 即便是修为远远超过他之人 也丝毫不曾察觉 即使当年有一个修为达到了天人第四衰之修 这光头青年也游则 在其身后跟随数月 那修士半点没有发现 眼下他口干舌燥 尤其是身前那散发红光的闪电 给了他一种此生最大的危机之感 那闪电鸿芒没闪烁一下 都会让他心惊肉跳 他隐隐知晓自己无法闪躲 只需这闪电一冲 自己必死无疑 而亡灵冰冷平静的话语 同样如同一把无形利剑 从其心神传透 带去无尽寒意 四周一片安静 唯有那节云上传出的阵阵雷鸣哄哄 汗水从这光头青年脸上密出 亡灵目光始终落在这光头青年身上 树西的沉默后 眉头一皱 看到亡灵皱眉 那光头青年心神轰的一声 立刻毫不犹豫地抱拳 连忙开口 尚先息怒 下界之民散灵 无以冒犯 还记 没等此人说完了 亡灵右手一挥 立刻把红色闪电瞬息光芒万丈 化作一道长红直奔的光头青年而去 急速之快 无以伦比 那光头青年只感觉眼前鸿芒滔天 瞬息中那红色闪电轰的一声 从其眉心穿透而过 那光头青年身子一颤 喷出鲜血 竟然没死 有一股浩荡之力 骤人就从其破开的眉心中 宣泄而出 化作一股气浪 环绕在其身体外 在这气浪环绕下 此人全身修为瞬息散开 一股沧桑的气息惊天动地 好似在此人身体内 沉睡着一个震惊天地之魂 死魂之强即便是极净 也无法一次杀死 果然如我所料 王林目露奇异之矛 身子向前一步迈出 右手抬起 向着那光头青年一抓 那被凄浪环绕的光头青年 双眼瞬间清明 透出无尽沧桑之意 在王林来临的刹那 轻声开口 道友可想要灵念之雷 还请听我一言 王林目光一声 身子停在半空 冷冷地望着 那好似换了个人 一般的光头青年 方才此人在他眼里 稍显至难 但眼下 对方的神色 仿若是存活了 无数万年的沧桑 老夫名为散灵 至今已经存活了 数万年之久 修为达到了天人第四率 那光头青年呢 平缓开口 如道友眼前这具身体 老夫有九百七十一具 每一个体内 都蕴含了我之分神 故而这些分神 在这里 可以如闪雷族修士一样 踏入星空 且不会被任何人发掘 我暗中跟随道友 并无恶意 而是要向道友求救 做一笔交易 若道友有兴趣 此事对你我均都有利 那光头青年呢 望着王林轻声说道 你知晓闪雷族 王林神色如常 缓缓说道 那光头青年 神色透出复杂 点了点头 道友 可否与我去一个地方 途中我会告知一切 什么地方 王林神色中 看不出喜怒 平缓开口 世界的尽头 那光头青年呢 长叹一声 右手抬起 向天一挥 立刻 天空上的节云 瞬间消散 与此同时啊 一道印记 从其手中闪烁而出 直奔下方 呆呆地望着这里 一切的那杜劫男子 落在了其眉心 使得此人修为 立刻被隐藏 不会再引出天结 做完这一切 这光头青年身体外的气浪收缩 全部融入体内 向着王林一抱拳 转身 虚空一步 迈去 竟然直接破开了虚无 离开了这片天地 各位听友 您刚才收听到的 是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的 长篇玄幻修真小说 《鲜秘》 作者 耳根 演播 丸子 冯宝宝 后期制作 云曼 更多精彩有声书 尽在喜马拉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演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